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以色列主动约见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以色列人为什么主动要找中国人谈巴以的问题呢 其实这个新闻更加有意思的是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骏对以色列人讲的这段话 这一段话就跟逼着以色列人投降没有区别呀 那今天会借助这个新闻一起再跟大家聊一聊 约旦击落伊朗无人机的这个问题 从约旦击落伊朗无人机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已经走到了一条死路啊 所以说以色列必须要来找中国呀 为什么我这样讲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啊 一直以来跟大家聊啊 以色列是美国安插近中东地区的一个抓手 美国可以利用这个以色列啊影响中东地区其他的这些国家呀 然后以色列打赢了历次的中东战争 因为啊以色列背后站的是美国 所以说大家也有看到了啊 以色列其实对于美国来说非常的一个重要 他也是啊美国控制西亚控制中东地区的啊 这个美国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又是如何控制中东地区的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一大堆的军事基地啊 以色列也是美国人养出来的 所以说呢美国使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了中东地区 是不是这样没有任何的一个错 但是问题出在很多很多同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啊 很多同学认为啊拥有军事基地那就代表着啊强大的一个体现啊 只有美国让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够啊 在全世界打造出如此之多的一个军事基地 包含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成为了啊美国的一个工具 很多同学认为这是强大的表现 但是啊作为中国作为中国人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啊如果这样去看的话 这这个问题就大了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玩的这些手段 在中国历史上他非常的落后 为什么这样去讲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军事基地这套制度 它是什么那就是啊这个都护府这套制度吗 然后中国之前啊强的时候 比如说大唐朝的时候 这个都护府都已经啊都已经见到哪去了 都见到波斯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对不对中国把中亚一直都快打到欧洲了 唐朝的时候对不对 都护府是什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机构 也就是啊这个唐朝啊依仗着自己的一个国力 然后把唐朝自己的军军队军力 然后怼到了其他的国家的里边 然后影响了其他的国家影响了其他的当地的一些势力啊 把其他的地方纳为大唐朝的版图之中啊 对不对美国现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个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都护府与军事基地一样全是军事的单位 使用枪顶在别人脑门让别人听自己话的一个工具 对不对中国人一直在玩啊 那以色列这种国家呢啊 控制以色列这个国家影响当地啊当地国家的一个格局 那中国也这样去玩啊 对不对 以色列其实对比那个军事基地 他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看清楚军事基地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不同 再看回中国历史 各位会看的非常的一个明白啊 以色列与军事基地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军事基地他没有任何赚钱的一个能力 对不对 他是受美国直接控制的 让军事基地想要在当地存活下去 然后得靠着美国政府给出大量的钱 然后的话才才他才能够一直在那维持下去 大家也都知道 然后美国的军事基地爆出了很多的啊 贪腐的弊案 比如说啊 使用飞机运点什么咖啡啊 使用飞机啊 运点什么杯子啊 然后的话啊 美军然后报销一套啊 茶具一套悲剧 都是几千美元几万美元的报销啊 这跟贪污没有多大一个区别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大家也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想要支撑自己在海外的军事基地的话 他得花出大量的钱 军事基地自己没有赚钱的一个能力 可是讲到自己没赚钱的能力 看以色列 以色列是有自己赚钱的一个能力的 以色列的军队 他其实跟跟美国的军事基地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他是靠着美国的武器 然后的话才啊 打造出来的一支军队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啊 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以色列不可能打赢利色的这个中东的战争 都在美国在背后支撑出来的一个势力 是美国武装起来的一个国家 但是以色列有自己赚钱的一个能力啊 可能很多东西会说啊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GDP没多少 是没多少 但是他能够养活自己 他能够啊 维持自己的一个军队 要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也就间接了维持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刚才跟大家讲 咱们得看回中国历史 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国历史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其实啊 那就是一个一个啊 这个节度史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的话 大家可能会认为节度史那不是啊 归这个中国皇帝的管辖吗 你看招匡印之前就是个节度史 对不对 那以色列是一个国家 按理来说还比较平等 但是啊 大家得知道啊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都护府制度 到最后演变成为了节度史制度 其实归根结底就就看都护府为什么完蛋 尤其是安安息都护府 然后呢 为什么玩 看安息都护府最后完蛋那个原因 大家也就知道美国玩的这一套军事基地 这套东西有多落后啊 安息都护府 为什么玩 刚才跟大家讲 安息都护府当年可厉害 对不对 然后一直延伸到什么阿富汗呢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对不对 一直下面还有一个波斯的都护府 你就知道这个势力有多大 可是他到最后怎么就完了呢 没有赚钱的一个能力啊 对不对 他必须要依靠着中央的财政 让远程的给他们运粮运物资运钱 对不对 没有中央政府给的这些钱 他他没有自己生存的一个能力 可能有些同学说啊 安息都护府的完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安史之乱 确实是因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之后 大唐朝没钱了 其实在发生安史之乱的前后 大唐朝本身也没钱了 中央财政 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收入 大家想一想 当时没有火车 没有飞机 没有汽车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个大唐朝如何把钱粮运给那个安息都护府啊 中间的路对不对 有多远 大家想一想 对不对 长安 然后再到这个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到阿富汗 他得有多远吗 没汽车呀 对不对 中间这个路途太远 他中间的损耗也大呀 大量的人 也得人吃麻椒 然后都得花掉大量的一个路费 更何况他运送的物资 又比较的一个重要 他如果中央政府受到了一个影响 他的财政受到影响 他就支撑不了安息都护府 所以说安息都护府的完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但是啊 有人推测 那是啊中央政权啊 放弃了安息都护府 他为何会放弃 没钱了 他当然要放弃啊 对不对 安息都护府 都护府这套制度本身 他他赚不了钱 他没有这个赚钱的一个职能 然后的话美国的军事基地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啊 中国为什么啊 这个都护府这套制度要放弃掉 刚才跟大家讲了 节度使节度使节度的这套制度 跟都护府这套制度还并行过一段时间 刚才跟大家讲安史之乱 这个安禄山史思明 他就是节度使 对不对 可是同时也存在着安息都护府 为什么后来这个节度使这套制度还啊 一直一直延伸到了这个宋朝 然后的话在唐朝啊 在唐朝的时候都这个都护府这套制度就不玩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对不对 节度使其实某种程度 他比都护府这套制度要先进一点 先进在哪里 他可以自己赚钱 对不对 他拥有财政权 他拥有自己财政的一个能力 因为啊 这个这个节度使可以在当地啊 然后收税 可以在当地啊 安排一些啊 这个民政类的一些官员 然后的话来发展当地的一个经济 自己也就不用完全依仗着中央政权 来养活了 然后呢 他当然自己还有自己的这个这个军权 他有自己的一个军队 而且他还有人人事上的任命权 但是大家看一看 那你这个节度使这套制度 拥有自己的财政 军队 对不对 行政权 然后人事任命权 这些权力他都有 所以说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一个啊 一个单位 他当然要比啊 要依赖着中央残政来养活的一个一套都夫府 这样的一个制度 要更加先进一点 他有自己存活的一个能力 咱们讲到这个啊 以色列与美军在这个西亚的军事基地这一块 以色列他是不是拥有自己的财政权呀 拥有自己的军权 对不对 也拥有啊 自己的人事人命权 你看他像是一个国家 但是他就是一个节度使啊 美国放在中东地区的一个节度使啊 那大家把这些东西看清楚了 美国在中东在西亚有节度使 有啊 有都护府 那他的未来 大家眼睛也能够一目了然了 那咱们看清楚 中国的节度使这套制度 包含都护府这套制度是怎么玩的 大家也就知道 美国在西亚地区的一个未来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个都护府这套制度 是因为中原王朝 他不管他了 中央政权他不管他了 因为中中原的政权 他也没钱了 财政收入跟不上 然后的话 养你 你离我那么远 我中间路费都得花那么多 真的是花不起这个钱了 所以说不然而然也就放弃了 对不对 都护府这套制度 拿着枪顶着别人 但是没有养活自己的一个能力 消耗大量的中央的财政 所以说他的完蛋是一个必然 美国搞了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大家以为很厉害是吗 花了多少钱了 伤的是谁的经济啊 你看看美国的美战 里边有多少钱 是这帮人花的呀 对不对 美国的美战 现在利息那么高 导致美国现在降息都很难 这都是美国人给自己找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说军事基地厉害吗 作为中国人 你认为拥有军事基地代表着强大 那是开玩笑 你知道吗 落后制度 中国一千年都不玩这些东西了 因为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不用玩这些 也对于这个边疆产生了实质的掌控 大家看清楚 大清朝是如何控制新疆的 各位就明白了 不用搞什么军事基地 也不用搞什么节度史 金平至谦 就把这个 把这个问题又解决了 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大智慧啊 以后再跟大家来聊 那咱们讲节度史啊 这一套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其实这个答案也非常的简单 跟大家讲一个词啊 十三道金牌 对不对 然后的话十三道金牌 什么叫十三道金牌 大家会想岳飞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大家想想 有那么一句话 大家都很熟 叫什么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你如果是一个节度史的话 你手上有财政权 有人事权 有军权 对不对 能够控制当地 然后的话 你就跟一个啊 就跟一个国中之国啊 这样的一个地位一样 你就是一个异性王 那皇帝对他下达命令 然后呢 他会听吗 他如果皇帝的命令 与他自身的利益产生了冲突 他愿意听吗 他当然不愿意听吗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皇帝 你别瞎出主意啊 我不能够撤 我得往前去冲 我跟他干了 对不对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跟他在这儿 你看看以色列跟美国的矛盾 是不是这样啊 对不对 让美国说你啊 要不然就撤了吧 你注意到注意一下人道主义 对不对 结果呢 以色列不听呢 以色列有自己内心的一个需求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 内塔尼亚湖内心的需求是什么 安抚以色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嘛 然后一看民调 那就是70% 90%的反对内塔尼亚湖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打的差 不是因为啊 发动了一场袭击啊 这个袈裟的战争 伤了那么多的贫民 而是因为你连游击队都干不过 你下台 对不对 内塔尼亚湖自己也有这个压力 内塔尼亚湖也有自己的一个需求 可是你美国又非得说要开辟什么人道 人道主义走廊 为了你美国人的脸面 减轻你美国的压力 减轻你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受的这些压力 我凭什么呀 我凭什么满足你啊 对不对 我把那个人道主义走廊打开了 那我战争就不好打了 那外边的物资一来 那哈马斯都拿走了 哈马斯吃香喝了 我还打个毛 对不对 大家发现没有啊 对不对 以色列跟美国的矛盾 他其实跟节度使与皇帝的矛盾 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啊 那你对于中央的政权产生了影响 中央不管你 要不然你能够活得很好 对不对 你能够成为一个国 也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的话 毕竟你节度使与皇帝是直接的一个关系 毕竟你以色列是美国人养出来的 如果说中原王朝 美国不管你的话 你的未来就是那个归义军呢 对不对 归义军到最后什么结果 大家想一想 对不对 以色列也就是那种结果呀 而且刚才跟大家讲 然后的话 这个安息都护府是怎么玩的呀 你包含像吐蕃当地的一些势力 对不对 然后的话做大了 然后你呢 打你呢 成为了团结我与当地各方其他势力的一个工具 我们当然要打你啊 打到你的安息都护府 然后的话 一直一直啊 都得放弃自己的一个地盘啊 打到我们胜利为止 为什么呢 你是外人 你没有跟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利益 你只为你自己的利益 因为你是一个军事的单位 我们是啊 一直在这生活的人 然后的话 你呢 你没有啊 你没有赚钱的一个能力 你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形成一个共力 你只会拿枪顶着我们 你就是我们天然的一个敌人呢 以色列现在也有什么区别啊 以色列在西亚地区 那也是一个天然的敌人呢 对不对 本来美国使用以色列 利用以色列 也是要影响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别露头 谁露头 以色列就上去干谁 你看起来是以色列在干 其实本质是美国在干的 平衡各方势力 有的时候美国也会啊 管一管以色列 让以色列收敛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不对 西亚地区这些国家表现好 你得给奖励啊 因为以色列毕竟是啊 自家人 上一上你的利益 上一上以色列 以色列的利益 也是啊 理所应当 那就是美国在西亚地区的一个战略 咱们看清楚中国历史 大家也就知道美国这个战略 中国一千年都不玩了 落后啊 拿着枪顶着别人 对不对 那你就是主动的去团结你的敌人嘛 你跟别人形成了共力的话 你才能够在当地 对不对 一直存在下去啊 让你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展下去啊 但是美国玩的是什么呢 归根结底还是霸权嘛 所以说未来会如何 现在不就有报应了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跟当地啊 成为了一个敌人 然后的话 那当地 那当地必然要把你视为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伊朗 现在看起来在袭击以色列 那伊朗袭击的是以色列吗 那打的看似是以色列的屁股 那简直是抽 黄老爷您的脸呢 怎么抽的呀 对不对 比如说啊 这个伊朗啊 使用无人机导弹 对不对 美国自己报的新闻 九枚导弹击中了啊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基地 这九枚导弹 什么导弹 高潮因素导弹 对不对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这个伊朗伤害了以色列吗 错 它代表着伊朗有攻击美国航母的一个能力 美国的航母进不了身了 这才是问题啊 美国的航母 然后的话 想要靠近中东地区 靠近伊朗 那简直就是死路一条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还有个国家 对不对 你有地面 有陆地 有领土 你这个啊 是抗打击的能力还比较强 美国没这个能力啊 对美国 美国的这个航母 就会面对伊朗的这个高潮因素导弹呢 大家想一想 伊朗的高潮因素导弹 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从伊朗打向这个以色列 中间有900公里的一个距离 最少 那得1000公里 对不对 这1000公里里边有大量的美国的军事基地 有美国的雷达 有美国的防空的体系 对不对 然后伊朗呢 这个高潮因素导弹突破了1000公里层层的这种防空的体系 打到了以色列以色列的两个军事基地 美国的航母怎么了 美国的航母有1000公里的这种防空的体系吗 没有啊 航母编队总共就十几艘船 对不对 这19艘航船能够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防空的网络啊 你这根本就没有啊 对不对 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其实如果你对军事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你一看美国报这个新闻你就知道 美国怂了 管不了了 可是以色列都在现在啊 应该也是看到了以色列的一个表现 大家可以看一看 内纳尼亚胡一直说硬话 怎么不说了呢 对不对 也开始保持冷静了 内纳尼亚胡都要保持冷静 只有一些所谓的啊 这个媒体什么用了一些啊 以色列内部官员的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消息的渠道啊 秘密的关于官员称啊 我们得报复报复 可是以色列台面上的官员 没一个出来说报复啊 以色列的总统自己出来说 对不对 我不想跟伊朗开战 以色列 以色列也知道死活了 这回算是真实的见 见识到了伊朗的高超异速导弹了吧 以前那可能只是个新闻 美国可能会有直接的一个消息 以色列可能也有直接的消息 但是以色列 他可能会说啊 这个伊朗可能没有生产的能力 对不对 让他就算有 他可能这个导弹不多 对不对 我们就要跟他们干 不要害怕往前冲 结果呢 伊朗一下证明了 9枚导弹 我不知道一共打个 打出来多少个超高音速导弹啊 但是起码9枚超高音速导弹 击中了目标 那也就代表着 伊朗这个生产能力 是跟得上的 打击能力也跟得上 突防能力也跟得上 以色列这个时候知道了 遇到问题了 美国人也看到了 美国人也在说啊 我不支持反击 不支持反击 对不对 然后保持冷静 保持克制 美国人主动先说出来的 你赢了 你赢了 收敛一点 对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防御 防御 警惕 警惕 不是反击啊 美国人先表这个态了 以色列人现在也明白了 满嘴硬化的内坦尼亚湖 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走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该 为什么 以色列你刚开始干加沙城的时候 你面对一帮弱者 一帮贫民 面对一个游击队 哈马斯的时候 你多硬啊 对不对 然后说怎么想怎么炸就怎么炸进医院杀人 然后炸学校 对不对 炸教堂 炸清真寺 这都是以色列干的呀 多少的老百姓 然后被你这种狂风烂炸 小命没了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多硬气啊 啊 满世界去杀人 国际社会骂着 然后就不停 不停 我就是如此的嚎嚷 我就是如此的不讲理 但是 这就 这也就造成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悲剧啊 首先哈马斯确实是先袭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可不可以报复 可以报复 你可以炸个两天 对不对 然后以色列 你开始端着了 端着 把自己端起来 我报复完成了 对不对 我报复完成了 然后的话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然后因为啊 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啊 这样的一个考虑 我们停止进攻 对不对 希望哈马斯自己出来投降 你再袭击的话 那我就继续的让你付出更多的一个代价 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给以色列那么大的压力 如果以色列当时是这种表现的话 结果呢 非得表现的比纳粹还纳粹 把自己逼成了这个样子了吧 伊朗 然后拿着这个高山音速导弹去炸你 拿着无人机 拿着导弹 一般的导弹去炸你 国际社会 谁 谁在那天天的说啊 这个伊朗要付出代价了 没有啊 你找不出来任何一个国家说 要让伊朗付出代价 为什么呢 大家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啊 对于加沙事件的同情啊 不都是因为你以色列造的孽吗 然后的话 本来可以体面的收场 哪怕被袭击了 你炸一遍 这个加沙城都没问题 炸个几天 然后你说你停手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自己高级那个形象 犹太人聪明吗 很多人一说犹太人聪明 你看看犹太人做的事情 他聪明吗 对不对 原来你明明可以让自己这个民族 自己这个国家 然后获得别人的尊重 结果就不做 就得在那展示啊 最硬的 对不对 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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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到最后 你现在你把自己的路都读起来了 对不对 美国人管得了吗 事实上 事实上告诉你以色列了 对不对 美国人管不了了 伊朗展示了这种态度 美国人管不了了 那你以色列怎么办呢 找中国来了吗 新闻啊 开始啊 然后的话 这个是啊 这个以色列驻华大使主动找上啊 中国约见啊 这个中国中东问题的特使翟骏 然后他这个啊 谈了一下啊 这个中东的局势啊 这个以色列驻华大使叫潘奇瑞啊 潘奇瑞呢 这个介绍了一下啊 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的一个情况啊 并表达了以方在加沙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 翟骏啊 阐是阐述了啊 中方在加沙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表示 翟骏这段话 大家一定得看跟逼着 以色列你投降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啊 然后翟骏说啊 中方啊 当对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啊 深感担忧 然后冲啊 冲突流血啊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有关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冷静克制 当务之急 是加沙地带立即停火止战 保障人道援助 尽快释放全部被扣押人员 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政治解决 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和平共存 这个话直接告诉以色列 想解决问题 两国方案得落实 对不对 以色列你硬啊 都在打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你继续表现啊 那种特别嚎狠 不讲理的那种姿态 表现呢 表现不出来了吧 找中国人 可以啊 中国人告诉你 给你解决方案了 给你这条活路了 对不对 两国方案要落实 不落实 你以色列 未来那就是啊 这个 众师之地啊 美国人管不了你以色列 那周边的这些啊 这些伊斯兰国家 那如何看待你以色列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想想节度时 或者说啊 这个都护府 你为了你的朝廷 你为了你的美国服务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美国强的时候 他可以管你 他自己的财政都出问题了 对不对 别说财政 军事上他都跟不上了 他的航空母舰 如何面对高超音速导弹呢 对不对 他管不了你了 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对不对 你不被赶出去 谁被赶出去啊 你以色列 你想想你的未来 一目了然了吧 那怎么办 给你这条活路啊 不是说啊 你以色列一定得付出代价 干他 很多同学一说就是 对不对 这个伊朗怎么停了呢 伊朗自己主动啊 宣布啊 这个冲突结束了 软弱 伊朗太松 太软 你看这种声音最近多少 对 一说到伊朗就是软 包含约旦 约旦叛徒 叛徒 咱们能不能够看清楚这个局势啊 伊朗一次行动 你看看 以色列现在这个表现 美国这个表现丢人现眼了 已经找中国人来 主动找中国人 中国人告诉他 你投降 巴勒斯坦要建国 对不对 怎么这个局势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 这个啊 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又分裂了 因为这个约旦分裂了 因为伊朗软弱了 对不对 又分裂了 分裂了 那以色列硬啊 美国硬啊 怎么不硬啊 实力强的时候 一管洗衣粉可以灭一个国家呀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 哎 怎么这人 这敌人都弱了 敌人都出现内斗了 那怎么干他呀 对不对 要控制西亚地区呀 解决以色列现在面对面临的一个危机呀 以色列现在是世界的公敌呀 怎么不做了呢 为什么呢 大家不想想这个问题吗 啊 不是说这个伊斯兰世界内斗了吗 约旦叛徒 伊朗软弱 对不对 不是一个软弱 一个叛徒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开始跟大家讲 看清楚约旦这个事情 大家也就知道 为什么以色列未来死路一条 你看起来特别的怪 对不对 约旦的空军打下来了几架 这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 对不对啊 完了 约旦叛徒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展示姿态的新闻呢 约旦为什么这样去做 很简单 对约旦我封闭了这个领空啊 对我们很持平的 我没有说啊 对你以色列搞什么种族主义的歧视啊 我们这个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 铁板一块要把你以色列压死 不是 我们很讲道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说封闭领空 就是封闭领空 哪个国家使用我的这个领空 我都不允许 然后的话 这个啊 这个伊朗使用我的领空 无人机 我给他打下来 你你以色列呢 你敢不敢用啊 对你敢不敢用 你如果敢用 那我也一样了 你不管不顾是吧 你以色列一定要使用我约旦的领空 袭击伊朗 是吧 可以啊 没问题 约旦是一个什么样国家 阿拉伯世界 对不对 阿拉伯世界这回 那马上那就得跟你翻脸了 为什么呢 我们阿拉伯世界很持平 对不对 伊朗 这是我们的伊斯兰兄弟啊 使用我们的领空 我们说不允许 也不让伊朗用 我哪怕击落他的无人机 我都干了 我让你用 我让你以色列用 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你敢突破啊 这个武力的形式 突破这个约旦的领空 那叫侵略 那你就等着看 阿拉伯世界怎么弄你以色列 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 与伊朗站在一起 与啊 这个什叶派 逊尼派站在一起 一起弄你以色列 你以色列可别喊 别喊什么 你们种族歧视我 我没有种族歧视你啊 我们自己一个啊 一个宗教的 我们都没有说啊 给这个伊朗开放领空 来袭击你啊 结果你呢 你对我宣战呢 那个时候你以色列 真的是要敢这么去做的话 你哭都没地方哭啊 你看起来约旦啊 表现的好像的啊 软奇怪怪异叛徒 对不对 你看起来是这样 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告诉以色列 你不能动 你动一下试试 整个伊斯兰世界会弄死你 对不对 本来这个阿拉伯世界啊 表现的比较和缓 结果呢 你要敢对阿拉伯世界啊 然后的话动手 然后呢 我阿拉伯的国家 这个约旦 封闭领空 你敢往里闯 你闯一个事实 很多东西认为 这是一个军事的问题 认为以色列想要突破 约旦的领空 想怎么突 怎么突 你突就是侵略 这是个政治问题 他背后站着一大堆的 伊斯兰国家呢 对不对 以色列能这么干吗 很多同学啊 就特别喜欢看啊 一定得干 要不然就是伊朗 你得打到底 你都先动手了 你宣布停什么呀 你个怂祸 对不对 约旦 你都看见 大家都动手了 你看加沙城的老百姓 那都是你阿拉伯人 然后的话 这个巴勒斯坦人 都是阿拉伯人嘛 都是啊 你同民族 同宗教的兄弟 挨揍了 结果你还打这个伊朗的 这个无人机 你真的是啊 完蛋玩意儿 对不对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看问题 如果那么简单的看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完蛋了 为什么这样去讲啊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一个问题啊 大家认为啊 就是说啊 我们啊 都是啊 这个 这个要团结的啊 我们要团结的 大家只要提到团结 那就会变成什么呢 有一个国家打仗了 其他的国家一起来打啊 认为这才叫团结 你这是一个 特别啊 孩子气的啊 这样的一种想法 为什么呢 对不对 然后你得顾及别人的利益 你不能够跟啊 这个这个初中生一样啊 在学校里边 然后的话啊 咱们是哥们 对不对 咱们得啊 这个得供进退啊 那个同学啊 那小子妈 看他就不顺眼 咱们一起来干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跟他关系不好 你也不能够跟他说话 一个字都不能说 小朋友 孩子们 学生们 经常会出这种问题 对不对 然后认为啊 咱们关系好 咱们团结 就得供进退啊 我不喜欢他 你也不能够跟他说 孩子有的时候玩这些 都不见得成功 为什么呢 你根本就不管别人的利益啊 你 你不喜欢谁 你就让别人不跟对方交往 你是在伤害你身边的利益 你明白吗 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 结果你伤害他的利益 让他为你付出贡献 你能够 你能够拿出多少钱来买通他呀 他损失利益了 你有多少钱来买他 对不对 你要想要成事的话 你必须要关注你身边人的利益 尤其是你的朋友 对不对 满足不了你朋友的利益 你还伤害他们的利益 你是那个众师之弟呀 一说到伊朗 一说到以色列 那就得啊 伊朗 你就得打他 你不能够怂 你不能够软 对不对 一说到伊朗 就就就连带着怂 伊朗为什么有现在的这种表现 你根本就不管呢 作为旁观者 那打打 对不对 我都看不下去了 以色列那么的坏啊 欺负加沙地带的老百姓 杀了那么多的贫民 伤害了那么多儿童的生命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伊朗 你得为了我 对不对 你得把他干死 其实很多东西都这种心理 为了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平稳 对不对 缓和自己内心的一个焦虑 希望别人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伊朗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伊朗这个国家也有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对不对 如果伊朗这个国家貌貌失貌貌然啊 想要干谁就干谁 想要打谁就打谁 他有这个实力吗 美国现在有这个能力 想要打谁就打谁 想要干谁就干谁吗 对不对 美国恨死俄罗斯了 美国为什么不上战场啊 对不对 美国人也恨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跟他作对的这些国家呀 那美国为什么不登物啊 也蒙护塞武装跟他开枪放炮 一个游击队敢要伤大美利坚的面子 美国也没有 这冒冒然上战场 去跟也蒙护塞武装干 为什么呀 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顾忌啊 不去理解别人的一个顾虑 那到最后怎么可能能做成事啊 能怎么会有大出息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而且这个局面已经发展的 如此的清晰和明显了 对不对 以色列的总统啊 我不想跟伊朗开战 美国在那说着 我不支持 不支持啊 报复 对不对 这都已经那么明显了 以色列人主动来找中国人来谈 中国人这上来就告诉以色列 对不对 你要投降 两国方案要落实 巴勒斯坦要建国 这还看不清楚 这个事情未来将如何发展呢 对不对 再看一看 以色列人为什么态度转了内坦尼阿胡 这态度怎么软了呢 对不对 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想明白了 大家也就知道 未来建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了 那以色列能想明白吗 对不对 中国还是给他留了一条活路啊 对不对 为师必却 为三缺一 还是给你留了一条活路啊 最开始你以色列 明明自己可以走那条活路 不走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非得要杀人 非得要在加沙城一直炸 你又得不到任何一分钱 非得干就为了满足本国的那个民族主义情绪 让你原来有那么大的一条活路 你不走 走到今天 中国告诉你了 两国方案必然要落实 巴勒斯坦必须要建国 你以色列怎么办 对不对 以色列本来国内就有那么大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 那你怎么走这条路那么好走吗 可是你必须得走 你不走的话 反正美国人现在已经管不了你了 你不走的 你不走这条路的话 对不对 你看看周边这些国家怎么收拾你 以色列 对不对 能怎么走呢 以色列这个国家 很多同学认为他特别的聪明 如果真那么聪明的话 他不会灭国那么多次啊 那这一次以色列会不会灭国呢 其实中国历史就能够告诉以色列那个答案 以色列你要当归义军吗 其实是一段非常悲壮的历史啊 你以色列愿意走这条路吗 以色列的未来如何呢 咱们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片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好 好 感谢观看